现在开始广播 所有参与者都处于仅收听模式 好 大家下午好 那么不知不觉来到我们的这个get started系列的最后一讲了 第十一讲 然后按照惯例吧 还是把我们的这个群的截图放出来 然后左边的是我们的官方公众号 右边的是我们brisket中国的技术研发讨论群 然后欢迎大家扫描去加入 那么有效期只有七天了 那么如果大家是从B站啊 或者从那些其他的渠道来看到我们的这个 讲座的话 如果还希望加群 如果这个群的有效期过期了的话呢 也可以来给我发邮件 这是我的邮箱 给我发邮件 包括你有一些试用的问题啊 包括对软件有什么想法啊 包括像加群啊 或者是有一些商务上面的问题啊 都可以给我来发邮件啊 来沟通 好 那么最后一讲呢 就没有更多功能上面的分享了 我们就主要还是总结一下 brisket的这个软件 那么我们的公司呢 叫做Brixis这家公司 我们是隶属于海克斯康旗下的 由18年被海克斯康收购 然后目前呢 是和这个樱途一起呢 重新打包生成 形成了一家新的海克斯康的子公司 叫做海克斯康PPM 然后我们的总部是位于比利时啊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架构图 那就是买Beam送Pro和Lite这样的集成包罗式的 一站式的这样的软件 那么在软件的内部呢 可以在不同的模块之间无缝的切换 那如果是买旗舰版的话呢 就可以一次应用所有的模块 那么对于现在来说呢 就是这个牛牛授权的价格啊 目前也是做了一点点调整吧 从总价没变的情况下 那么现在永久授权呢 是稍微上涨了一点 然后每年的这个maintenance维护费用啊 会下降了一些 总的售价没有变 这样也是鼓励大家来买我们 来购买这个Breececat的这个 维护吧 因为维护的话呢 一个是第一时间就能享受 Breececat的这个官方的这个 技术支持会想想应的时间呢 会更迅速 第二个呢是 也可以一直享受这个Breececat的最新的更新 Breececat呢 每一年呢有一次大的更新 然后每一年还有三到四次小的更新 然后正好也是在上周啊 上周我应该是提到了 我们的这个Breececat的 这个中国版本的V22简体中文版 已经释放出来了 那么这里边我就再去给大家看一下 那直接访问我们的官网 或者你去关注我们的官方公众号 点击试用都可以进入到这个界面里面来 然后在这里面呢 你去注册一个账号 然后就可以在这里面下载Breececat了 下载Breececat呢 直接就是想用的是我们的这个Ultimate版免费试用30天 这里面你去下载之后呢就可以 但你也可以选择这个Linux版本或者是Mac版本 根据你的这个操作系统的不同啊 这里面直接选中可以去看到22.1.04的这个中文版了 那你如果想下载旧的版本的话呢 也可以在这里面去下载旧的版本 那如果您是开发者呢 也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主页里边 在上讲上一讲当中我也可以介绍给大家了 在我们这个开发人员文档里边 你可以学习Breececat的SDK 来做一些24开发的这个个人学习或者是工作 OK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回顾一下 Breececat的Lite当中的10个比较多数 1252的优秀功能吧 呃这个是我们自己来总结的啊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Breececat的Lite呢 整体上还是以一个呃零成本无缝的 从AutoCAD移植过来啊 不需要任何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特性存在的 那么这10个独野52的优秀功能呢 都是我们相对于你最熟悉的这种AutoCAD的形式啊 新加上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可以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便利 以及增加制图和设计效率的这样的优秀功能 好 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里面说的这个可设置的搜索选项啊 我们在这里面呢把所有的设置选项呢都集中在了一起 而且是可以做这种中文和英文啊双语的这种搜索的 你如果希望想调整什么选项的话呢 就直接用关键字模糊搜索或者精确搜索都可以啊 比如这里面想搜索这个背景颜色 这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啊 经常还有这个发sr的或者是这个发邮件来问我们 Birdsky当中怎么去把背景颜色改成白色啊 或者是把背景颜色改成黑色啊 其实很简单 所有的搜索项就是都在这里啊 如果你觉得什么内容觉得和你想象的不一样了 其实你就可以打开搜索啊 用模糊搜索去搜索一下 然后有的搜索项呢 可能不止一项 这里面你就可以点击这个上键头和下键头 来会去切换这个不同搜索项之间的这个切换工作 好 这是这个一站式的管理我们的这个搜索和设置工作啊 好 那么第二个独一无二的功能呢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图形资源管理器了 那么我们的这个图形资源管理器呢 相当于一站式的把我们这个 比如说这个文字啊 文字样式啊 标注啊 包括一些材质啊 块啊 还有比例啊 注释啊等等这些吧 都是可以在一个界面里边 这样很方便的管理起来 嗯 这样我们去调配不同的这个设置之间的资源的这个配置啊 和快速的啊 去调用一些其他图形资源的 包括这个其他的电脑里边的啊 甚至都是可以的 快速的去初始化我们的这个图片的信息 包括一些图层的信息等等这些啊 那么善用我们这个 这个当中的图形资源管理器呢 肯定也是可以让我们的一些 呃设计工作啊 在一开始就可以做的很规范 并且达到一些示范功倍的效果 那么第三个呢 我们列出的嗯 当中的优秀功能呢 就是我们的自制定的UCS 那么这个适应UCS呢 实际上但也不仅仅是在2D当中了 我们在这个3D和Beam的机器设计当中 也是可以达到这个自制定的UCS 在你鼠标悬停位置上面的这个平面啊 就可以啊 自动的把这个呃 当前的这个UCS捕捉到啊 平面上面去 比如说对于这种非正交的这个位置 我们只需要把啊 右下角的软件右下角的DUCS的这个 呃命令给它勾选上啊 之后呢 你就可以在鼠标滑过的时候 就可以自动为你锁定一个与当前 那你鼠标滑动过的这个位置 这个实体相融洽的这样的一个 你就CS来形成自适应 那么第四个功能呢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图面的这个优化的这个功能 啊我们在面对一些里面有错误啊 的这种图图纸的时候 用使用这个优化工具就可以一键啊 把我们的这个容许误差之内的呃 一些图面的内容都给你纠正过来 比如说这个非正交的呀 歪歪纽的呀 或者是这个有空隙的呀等等这些啊 这些错误呢 有可能是有的时候根据我们那些操作 失误或者是对象捕捉的失误啊 再或者是一些比如说从点云导入 或者从pdf导入 从图片导入啊 一些导入的这样生成的图纸 我们进行这种二次的处理以及纠错 可以使用我们这样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智能的 人工智能的工具 啊 那么第五项呢 是我们这个简化的这个功能 简化的功能呢 可以用来处理啊 一些也是有pdf导入啊 或者点云导入的一些复杂的图面 那么可能有一些简单的贡献的线啊 一条线上面有很多贡献的线啊 冗余的点啊 点上顶点啊都可以 用这个简化的工具一键的去给图纸减负 在几乎就是不对图面上的这个功能性有任何的这个造成差别以外的情况下呢 还可以让我们整个这个图面变得更流畅 让整个这个这个操作呢也变得更流畅 显著的还能减少这个文件的大小啊 这个是我们简化的操作啊 这个对着感兴趣的呃 朋友们呢也可以去翻看我们上一期或者上两期的这个呃 盖斯大学系列的视频 好那么接下来第六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结构浏览器 在结构浏览器里边呢 就可以轻松的去看到我们这当前图面的一个结构数 在结构数里边呢我们可以批量进行选择筛选或者是显引啊 这些操作包括整个去浏览我们这个呃 图面的一个结构达到这种快速查找和整整个上去把控我们的这个项目 以及图面信息的这个效果吧 但这个结构数呢也不仅仅在我们这个二维图里边 有效在三维啊 或者beam啊 里面呢都是有结构数的概念的 尤其呢我们在brisketbeam里面 通过这个beam化的命令 beamify 可以自动的呢去把我这个三维的这种生图 啊就是纯三维实体的图给它自动归类为这门窗 家具啊这个板两柱等等等这些墙 那么也都会体现在我们这个结构浏览器里面 呃那么善用结构浏览器呢也是我们就是合理的去管理通编信息 以及制图的一个呃比较有效的这个要素吧 好那么下面一个功能呢就是我们 Persky里面独有的这个啊 跨的菜单导航菜单 以及一个热线助理 那么跨的菜单呢会根据我们的这个使用习惯啊不断的更新 然后使用这个一只手一个鼠标 就可以轻松的完成我们原来需要左右对吧 左右左手右手一起协作才能达到的这样的对快捷键的应用的效率 那么热线助理呢是方便我们把一些能整合到一个命令里面的一些功能都整合到一个命令里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啊有些这个增减啊都啊拉伸啊与减少或者是推拉打断啊都给他相关联的这样的命令啊都都给他锁定到一个命令里面通过啊这样一种逻辑的命令在 Ctrl 来回切换的时候就可以达到这个啊两个命令甚至更多命令的这样的效果啊这样也可以精简我们的这种图形界面的这个命令这个数量让我们不感觉这个软件啊有这么复杂用起来也比较简洁啊 好那么下一个呢是一个比较实用的这个二维和三维的功能叫做边界探测 那么在二维里面呢可以用边界探测呢快速的去上填充 或者是读取这个边界里边的一些呃面信息数信息周长信息 或者是在三维里面我们用一个边界呢快速的去生成实体或者是去生成一些beam组件 比如生成窗生成门生成这个或者其他的一些用的做推拉呀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三维操作都可以去用到这个边界探测的功能 那边界探测的开启呢也是在我们这个软件最上方啊 Riskine的软件最上方啊有这个优先选择边选选择面还有边界探测 那么我们根据我们自己自身的需要啊选择啊是否在一些特定的场景需要开启这个间接探测 那么第八个功能呢就是复制向导以及移动向导 这个也是Brisky的里面一个独特的功能了 我们在做一些这个建筑图啊以及其他的成图的时候尤其在一些这个已有的这种墙面上啊或者是楼面上啊上面去呃做一些这样的门啊窗啊等等这样的组件的时候呢可以通过这种复制向导 在有类似的这个啊图面绘图信息的位置呢都可以实现啊这种无视这个项目方向以及形状的这种快速的复制啊他会自动识别你的附近的这个工况 然后在这个工况一样的位置啊自动自摄像式的做到这种复制和移动的操作好那么最后一个功能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距离探测 那么在Brisky当中呢可以自摄像式的把我们这个相邻的一些边界啊呃去实现距离探测 然后呢也是可以让我们快速的可以去掌握一些图面信息的这个摆放的位置而不需要你在手工的去做过多的测量啊以及这个移动的这样的操作啊 啊那这个功能呢也就是啊按照顺序连续点击两个物体就可以了那么第一个是这个参照物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移动的物体啊然后去直接修改中间的弹出来这个智能的数值就可以修改他们俩之间的距离 好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带大家呢去回顾的Brisky的这个light当中啊十个十大精选吧叫十大精选 图形资源管理器自选用UCS优化简化结构浏览器跨的菜单和热键助理编接探测复制向导移动向导还有图块化自动参数画块以及这个距离探测啊这十大功能啊十大功能 那么我们说呢 关于Brescat的这款软件来说呢 一个最最最最大的技术优势吧 和特点呢 就是我们是所有的模块 二维三维不同的专业 Beam也好 还是设备机械啊 管道也好 都是在同一个软件下 可以完成这样的建模操作和设计工作 那么在这样的同一个平台下的软件 之间的文件交互呢 也失去就没有我们传统的 这种非同一个平台下面这种 障碍和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信息壁垒啊 在二维和三维之间呢 同样的也没有这种信息壁垒 比如说我们要在三维的软件里边 去做好三维图 再导到二维的软件里 有什么任何的图面问题 那么再回到三维的软件里重新去设计啊 这样繁琐的这个过程啊 在brace card里边呢 都没有我们既可以先按概念 按铁量做出三维模型 然后给它抽上二维图 那同样呢 也可以选择我们自己喜欢的方式 比如说用就是用二维去做设计 然后再用二维图子呢快速的去呃 生成这个三维的这个模三维的这个模型啊 那么一切的这个选择呢都在用户的自己的手里 你希望用哪一种方式去完成自己的设计工作 就可以去选用哪一种你喜欢的方式 那么在brace card的其他的模块当中呢 在pro模块里边会有这种3D的直接参数建模 还有图幕和场地以及线性工程的这个工具 那么还有点云的处理 那对于brace card的beam来说呢 还有实时渲染 beam工程上统计 一键beam化 AI工具的智能化传播啊 等等等以及和grath hopper和这个inscape以及twimmotion的这种渲染 以及参数化组件和这个nerbs曲面的组件 这样的一些合作都是可以在brace card的beam里面去完成 那么关于brace card的beam以及brace card的机械版呢 我们也都会在随后的日程当中啊 安排和我们目前做的get started系列啊 就是类似的系列来给大家呢 继续去推出这样的系列 让大家去方便在我们的直接的去入门啊 直接去入门我们的软件 因为本身的我们这个brace card的软件的入门的学习成本呢 就门槛很低啊 希望呢 不用过多的占用大家的时间啊 不需要牵扯更多的精力 就可以完成一个呃 这样的平台的移植啊 那么在最后的剩的这些时间里边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呢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Brixis24-7这样的一个云平台 我们在Brixis24-7里边呢可以轻松的啊 和我们的brace card里边啊进行交互 在brace card的右边的工具栏里边呢可以直接呼出啊 Brixis24-7的这个选项 那输入我们的账号密码之后呢就可以去直接登录到我们这个SaaS服务里面去了 我们所有的这个图纸啊 包括我们的一些项目资料啊 模型啊 二维的图纸都是可以保存在云端 然后和我们团队成员或者和合作方啊 根据我们预设好的权限来进行一个实时的协作 以及流程化的处理 包括一些这个数字化的交付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里边呢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来看一下我们Brixis24-7的一个界面 那么这个是一个我们亚太区亚太区服务器的这样的一个界面 那目前呢Brixis24-7呢也是已经移植到了在国内移植到了腾讯云 呃它的一个售价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面去找得到啊 那么Brixis24-7一个比较有特点的售价呢 也就是我们会是正常的协同平台呢 可能都会按照这个点数啊 比如你用了多少个人啊 按照点数来进行收费 那么Brixis24-7呢会摒弃这样的一个做法 因为通常来说我们这种跨单位的协作啊 比如说很难去让我某一方的单位去为其他的单位承担一个这样的 嗯协同平台的这样的成本吧 那么在Brixis24-7当中呢是我们的收费呢是完全根据这个 嗯你的这个用量来的就是说占用的这个云资源的这个量也就是也就是我们的运行成本了 那么在公有云上面的你的比如说10个G那也是可以同样拥有这个无限度用户和无限度项目的那我们只需要在实际的工程当中呢严格去控制呃我们的这个项目文件的大小啊 其实也可以用比较低的成本来实现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这样的协同的工作 那么在Brixis24-7当中呢我们可以去啊共享文件 然后分享文件建立有权限的这个呃文件夹体系 以及建立这个呃有具有不同角色的具有不同角色的这个通讯录以及这个用户 以及给用用户呢去添加一个这样的身份 在纸质上呢我们可以为我们上传到Brixis24-7上面的每一个呃文件呢 都给他去做一个相应的啊都给他做一个相应的挂接 比如我们挂接一些流程上去啊或者是挂接一些我们内置的表单啊 或者是附加一些我们在本地的也好啊还是Brixis24-7上面的一些文档啊 这个都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需求来进行处理 那么在分享Brixis24-7上面的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既可以直接点击分享文件一个链接 那也可以为他呢生成一个这样的二维码 那只要你把他的邮箱呢 添加到这个管理员把他的邮箱呢 添加到他有权限访问的区域里面 他就可以直接通过24-7呢来访问到想访问的文件 那么对于线上的一些文件的格式来说呢 无论是这个DWG格式还是JPEG和标准的这个文档的格式 这个Word Excel PPT和PDF都是支持这个在线的直接预览 那么对于一些二维的图纸也是支持这些在线预览和批注 这是在线预览对于三维模型来说呢 也是支持三维模型在线的直接的看图 比如说这是一些我们的这个二维图 可以支持一些在线的直接看图 然后对于流程化这一块呢 我们是支持到一个非常有特点的 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全这样的一个全流程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要添加一个工作流 可以支持到一个全的图形化的界面 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个视力的文件啊 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和我们实际业务体系啊 或者是实际的呃流程化和冠标非常接近的这样的一类啊 纯图形化的这个流程吧 你像这样复杂的流程呢多线并信 而且就带着一些这个判断的这个条件 这样的流程呢 在一般的这个流程引擎里边是很难做到的 这个也是呢 Brisys 24-7当中的一个特点吧 好 好 那么24-7这样的一个平台呢 也是呃支持新用户一个全功能30天的试用的 如果大家对这个平台感兴趣的话呢 也同样可以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啊 然后呃注册账号来参与一个试用 对于这个平台呢 如果你有任何的呃问题和反馈意见 也都可以呃反馈给我在群里边和我们交流 或者是来给我发邮件进行交流 那么好 让我们最后呢 再回顾一下我们所有11期的内容啊 你上这些内容 我们对于哪些内容感兴趣的话呢 也都可以回到我们Brisys cat 在b站上面的这个专栏 gastart专栏里边啊 去分级查看点的内容 那么另外呢 在我们的另外一个专栏里边 也给大家推送了Brisys 2021年的技术峰会 那么里边呢 带来了很多我们的这个独家的一些呃 v22版本的更新吧 和一些我们的 看一下这是我个人的账号 来到这个里边来 里边更新了很多我们这个峰会的内容啊 也欢迎大家去关注 里边有很多这个v22版本的更新内容 以及我们一些的案例和一些 对于beam行业和呃 机械行业的一些前瞻性的这个讨论啊 然后逐渐呢 我们还有更多的专项的这个技术 呃方案和技术视频也将搬运给大家 好 那么我们这个系列呢 就在大学系列呢就到此为止了 这个十一奖的该大学系列 那么也是感谢大家这一路的陪伴啊 呃 我们将会在12月或者1月吧 呃 好 好 那么 今天的内容呢 就是这些 感谢大家 再见 好 好 好 像 好 对 好 好 谢谢观看